其实右边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不给大家说呢 对于神经网络来说 有一点就是说 神经网络它表达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呢 神经网络的一个 也不能说是缺点吧 它自身的一个现象是什么 它的内部啊 确实是一个 基本上内部是没办法解释的 你不会知道 这个W为什么要设成这样 另一个W 为什么W1 为什么这个值 W2为什么这个值 W1和W2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以及呢 它们这些关系表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咱们想把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一些内部 给它可视化展示出来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的 咱们只能够通过一个整体的逻辑 来去说神经网络做一件什么事 但是呢 你要从每一步说 这一步W1这个阐数做一件什么事 W2就做一件什么事 这些就非常非常难理解了 好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正则画像 在神经网络当中的作用是什么 正则画像啊 咱们刚才没忘吧 一个蓝牌的背的一个W方 蓝牌的背的W方 是不是说我要惩罚这些权重参数啊 我们看 当咱们把这个正则画惩罚像进行改变的时候 咱们神经网络的模型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正则画惩罚像比较小的时候 是0.001的时候啊 非常小的时候 我们看现在这个神经网络 是不是说为了中间的这一个红点 它都伸出来这样一个爪子 或者说伸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其实上咱们从一个常规角度来说啊 对于一个测试数据来说 如果一个测试数据落到这点 它是不是是一个绿色的可能性是更大一些的 从绿色点的分布来说啊 但是呢 现在神经网络是不是过你盒了 它就会把这样一个点认为是一个红色的点 因为它把这个爪子伸出来了 对于这个点来说也是啊 对于这个点来说 其实上来说呢 它可能是一些错误点 或者是异常点 或者是离群点 但是呢 现在神经网络也给它抓过去了啊 也是抓伸出来这样一个爪子 认为它是一个红色的点 那么其实上来说呢 假设说我真正测试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点 比方说这个A点吧 那么这个A点 其实大家一看 它不就是一个属于绿色的点类型吗 但是呢 神经网络还是会给它抓到红色这边去 也就是说啊 这个过你盒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那当咱们增大这个正则化惩罚项之后呢 增大了这个正则化惩罚项之后啊 它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说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点没给我抓过去 这个点也没给我抓过去 这个点也没抓 是不是相对来说平稳了一点 没变化的那么大呀 那么这回是不是说 神经网络效果稍微有一点点提升呢 对于这个第三个图来说呢 它的一个正则化惩罚项来说 它是不是更平稳了 我们看这个更平稳了一些吧 更平稳意味着什么 更平稳意味着咱们神经网络 一个泛化能力是更强的吧 咱们神经网络一定要泛化能力强 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出来这个作用的 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点它好像是说我是抓对了 在咱们训练的时候 我给你抓对了 抓对了不是一件好事吗 都会抓对了 我百分之百的精度啊 那为什么还不好呢 这回大家就要想一想 训练完的模型肯定是固定下来了吧 咱们训练完一个模型之后 W1一直到有多少W吧 比方说有10个W吧 W1到W10都是固定下来了吧 都固定下来之后 这些权重参数就不会再发生变化了 当测试的时候 它是怎么决策的 测试的时候还是会进行怎么样决策 比方说咱们测试啊 咱们现在不是训练了 咱们是测试 测试的时候一个点 我说一个点 我落到了这样一个区域 大家想一想 这一个区域 这个点 它是不是一个正常 我看我正常一个逻辑 它是一个绿色一点吧 因为它跟绿色一点走得更近 更符合绿色一点一个分布啊 但是咱们的神经网络会说它是什么 肯定会说它是一个红色一点 那这不就是说 在咱们测试的时候 它就分错了吗 咱们要看着什么 不是说你训练的时候 你够达到百分之百 达到百分之两万都没用 我们是要看啊 它在测试的时候 你能够达到多少呢 主要是要看测试 也就是一个实际的用途 在实际当中呢 我希望泛化能力是越强越好的 好 这个就是一个神经元 它的一个效果啊 可以说神经元越多的时候 它是越夸张的啊 神经元越多 它的一个过拟盒的一个危险 就会越大一些 神经元比较小的时候 它是不是能力比较弱啊 神经元多的时候 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强一些 越多的神经元 能够表达越复杂的模型 但是呢 你神经元一定就越多越好吗 也不见得吧 因为还存在着 这样一个过拟盒的风险吧 一旦你过拟盒了 你这个神经网络就完全废了呀 一点用都没有了 好 那么咱们再来把一个完整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层 咱们来画这样一个图吧 完整的一个层是什么样子 首先一个输入来了 一个输入来了 咱们的输入啊 就是说这块有X0 这块有X1 这块有X2 咱们输进来三个像素点 输进来三个像素点 输进来分别三个像素点之后呢 咱们有这样三个权重参数啊 就是W0 W1 W2 相当于三个神经元吧 进行了这样一个组合 W乘X再加B 算了这样一个组合之后呢 千万不要忘了这样一点 有一个激活函数 有一个紫色的 对于每一层来说 它的一个结果值 都要经过这样一个激活函数 只有说你经过了一个激活函数之后啊 才能够使得我最终结果产生出来 这样一个非线性 为什么说神经元越多 它分的越好呢 咱们来想 神经元相当于什么 就是这个权重参数嘛 你让这个权重参数越多 比方说我用一个W来去做这个模型 相当于它是一条线吧 我用这个两个W呢 两个神经元是不是说 我这个W它是矩阵吧 咱们不管它前面点的多少 前面点我用一个乱值来表示了 在腾子弗朗当中也是这么表示的 前面有个乱值 后面比方说两个神经元就是乘二 三个神经元乘三 四个神经元乘四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W吧 有几个W啊 神经元就相当于这么一回事啊 之前给大家就是 也是说过了嘛 神经元是什么啊 神经元不就是咱们这个权重参数嘛 神经元越多 权重参数越复杂 你的W个数越多 W个数越多呢 相当于伸出来的爪子啊 伸出来线也会越多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神经网络啊 它的一个整体的流程 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下面呢 咱们再来说一说 关于数据预处理的问题 咱们的一个图像数据来的时候啊 咱们是直接数据来呢 还是进行一个处理啊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要做这样一个处理 一般来说啊 就是说 咱们的处理 一个很简单 就是以零为中心化 零为中心化很简单 对于每个值 所有的每个样本都减去均值 都减完均值之后啊 肯定是一个以零为中心化的一个标准嘛 变成这样一个标准 但是咱们来看 以零为中心化 是不是说 X轴浮动的大一些 小一些 Y轴浮动的大一些啊 我能不能消除这些差异呢 我做这样一个规一化呢 咱们也可以给它做的稍微规范一些 以零为均值 然后呢 其实啊 这个方差 咱们可以自己构造出来的 通常情况下 对于一个数据来说 咱们都要 对于一个图像数据来说啊 一个图像数据 不是从零到二百五十五之间吗 我们都是啊 我们都是啊 要把它进行一个压缩 给它压缩到一个零到一的范围区间上 也就是说 先进行一个解密的操作 解密完了 得到一个以零为中心化 然后呢 再除上这样一个标准X的一个操作 就得到了以零为中心化 然后呢 它是一个规一化的数据 数据值 都是在零和一之间的 然后啊 咱们要再来说一说 这个权重初始化的问题了 刚才不给大家说了吗 这个神经网络模型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W吧 W1和W2 但是呢 当咱们在使用一个神经网络模型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初始的复制啊 你不能让我对初始值 是以零为开始的嘛 咱们来想一想 如果说拿零当一个初始值 有什么问题呢 拿零当这个初始值啊 是不是说 咱们的输入乘这个零得零 再乘W2还得零 反向传播完还得零 等于这一圈白玩了 是吧 什么事都没干 所以说啊 对于这个权重初始化 咱们需要产生这样一个策略 产生什么策略呢 都是1好不好 都是2好不好 都是几好不好 这样都不好 因为你无论都是几 它反向传播回来 都是朝那么一个方向去更新的 相当于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迭代太慢了 或者说迭代太弱了 怎么办呢 这里啊 咱们通常进行一个高斯处置化 或者是进行一个随机处置化 比方说呢 我让这个W1值 它比它就是一个矩阵吧 它的矩阵就是一个D和H 这个Shape 然后组成的一个矩阵 然后呢 我只需要指定出来这个Shape大小 让它进行一个random取值 比方说一个从负的0201 到正的0.01之间的一个值 可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进行一个高斯的处置化 可不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啊 咱们通常对这些全值 比方说W1还有W2 现在咱们说是W1W2 对于所有的W 不管你神经网络 有多少个层 处置化 咱们都是这么处置化 都是进行一个随机的处置化 千万不能是均值 或者说千万不能是一个值 也不能是零值的处置化 这个是对W进行处置化 咱们是不是还有个B啊 之前好久不说B 大家是不是都忘了 虽然来说这个B啊 对最终结果影响很小 但是呢 咱们也要说到这个B B它是不是也得给它 进行一个处置化 怎么处置化 很简单 进行一个零值处置化 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基本上 一些论文啊 或者是一些项目 都是把这个B啊 拿零值进行处置化 或者是拿1进行处置化 都是可以的 用长值处置化B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是呢 对于W来说 你就不能拿长值 必须要进行一个 随机的处置化了 好 咱们最后一个值点 叫做Jopout 哎呀 这个Jopout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给大家来看一下 假设说 咱们的神经网络 是有这样层 我就把它当层X 它当层是L1层 它当层是L2层 最后呢 是一个output层 输出来了 它的一个得分值 咱们来看 是不是说每一个层 跟其他层之间 它这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我希望大家现在明白这一点 这叫一个全连接的操作 全连接操作啊 就是说 比方说X里边的每一个 咱每一个输入吧 或者说每一个像素点 比方说这个X0吧 对于这个X0来说 它跟L1之间 我们看有几条像 跟这个 我就用这个W1 W2 然后W3 然后这个W4 还有这个W5来说吧 它对这个W1到W5之间 怎么连呢 跟每一个都连一块了吧 那我们看 X1是跟W1到W5都连一块了 X1呢 X2呢 X3呢 X4呢 是不是都进行相同的操作啊 也就是说 它们都进行了一个 全连接操作啊 每一个神经元 每一个这样的一个 W和X都进行了一个 全连接操作 那么这个W1 跟它上面呢 跟它这个W11呢 不用W11了 我就顺写吧 W6 W7 不写了 7 8 9 10吧 跟它们之间 是不是也都是进行了一个 全连接操作啊 我们看啊 现在咱们来说 这个神经元个数比较少 好像来说 连的线咱们还能看清 那假设 你有100个神经元呢 假设256个神经元呢 那它们之间 连接方式 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 这么多复杂的方式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更容易过拟盒了 因为每一个输入啊 和每一个W 以及W之间 都是一个全连接的操作啊 对于这些全连接操作来说呢 我过拟盒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这个风险是太高了 那怎么解决这件事呢 哎呀 提出了很多学者啊 提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Jopout 这个Jopout的意思啊 就是说当咱们在进行一次神经网络迭代的时候啊 注意是咱们在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 哎 好像有的时候 我可以不带你一些神经元玩啊 假设说这里呢 我们看啊 我们把一些给它叉叉掉了 叉叉掉是什么意思啊 叉叉掉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次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 不带你这个东西 不带你 比方说 这回我就不带你W1玩了 也不带你W3玩 也不带你W4玩了 这次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 跟你这个W1 W3 W4 跟你们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我怎么组合 该怎么组合 还怎么组合 只不过说呢 我在更新的时候 不更新你们了 让你们缓一缓 每次呢 它既然全连接 连接这么复杂 我让它模型稍微削减一些 我Dropout一下 那咱们来想 是每次都不带你W1 W3 W4玩吗 还是说 我进行一个随机的 可以说 就是说 在咱们每次迭代的时候 我不是说 永远不带你W1 W3 W4玩 要永远都不带你玩 那这个东西 要你还有什么用呢 每次咱们进行随机的选择 比方说 我指定一个 Dropout率是60% 我指定一个保留率 是60% 就是说 每次我只留下 60%的神经元 来去玩 这个前样传播和反应传播 剩下40%呢 你统统不带你 这次我带Z60% 我下次我带另外60% 它是一个随机的选择 每次带哪些神经元 都是不一定的 这样呢 能够消减一下 咱们神经网络的大小 使得咱们神经网络 不是显得那么臃肿吧 咱们来看 对于这个A来说 这个A显得有些臃肿了吧 对于这个B来说呢 B好像稍微的宽松一些 那么我们认为啊 这个B 它每次会随机的选一些 这个它会降低一些 过拟盒的风险 能降低多少呢 可以说 现在的神经网络 通常情况下 咱们都是要使用 这个Dropout的 不使用这个Dropout 行不行呢 会通常会对咱们 产生很大的过拟盒啊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过拟盒这个事啊 神经网络这个模型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强大 但是缺点在哪 缺点就是说 过拟盒的 过拟盒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 发生的一件事 我是做图像识别的嘛 我在训练这个 神经网络的时候啊 基本上我没遇到 哪个项目说 我这个模型 没出现过过拟盒 没采取过一些措施的 出现过拟盒 是正常的一件事 不出现 反而显得有些异常了 如果说你一个神经网络 你训练到最后 你连过拟盒都没过拟盒 那我觉得这个神经网络肯定是不好的 因为一个神经网络 训练到最后 通常情况下都会发生过拟盒 这个现象的 对 另一方面 它这个也是啊 这个计算量少了 人少玩的也不开心 人少 他们虽然说玩的不开心了 但是 只要它最终的结果就可以了 既咱们 咱们现在想 我是进行了一万次迭代 我好像少到了一些人来玩 那我少带一些人来玩 我用两万次迭代来弥补 可不可以呢 咱们可以用一个迭代次数 去弥补这些人少的问题吗